今天我们来到了伊安理工学院 寻找校园起务 现在就让我们出发吧 一批小过四岁的小孩和他们一起读书 现在就让我们访问一些家长吧 你选择送你的孩子来这里 而不是别的幼儿园 因为孩子先生在这边工作 然后四个跳舞 然后幼儿园也很好 这对你有什么好处 因为一来方便 而且老师都很好 孩子在这边说五六年了 五五年了 没有果树 没有青花印象 这条街为什么叫做乌节路呢 让我们来问问这些学生吧 为什么这边叫乌节路 乌节路 因为这边有很多人 所以乌节路 所以乌节路 乌节路 乌节路 所以乌节路 你有带到你的朋友去学乌吗 当然 当然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适合的地方 乌节路 所以乌节路 如果有任何朋友 乌节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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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真正的推廣 所以這樣看呢 千元裡的題目無所不在 聽過了那麼多的想法 相信你們都對這些題目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我是全宗室的記者 明明對方 謝謝